环保署环平大会今天审查中游桃源关塘的第三天燃气接收站环境现况差异分析报告 多位环平委员联合要求今天如果不做结论,才能继续开会听报告 但是官方环平委员坚持必须要维持开会程序,双方无共识 最后五位环平委员离席抗议,人数不足,环保署副署长,环平大会主席詹顺贵最后宣布散会 桃源第三天燃气接收站开发备受争议 面对近来行政院长赖清德频频对外释放希望 该案通过环平的讯息,多位环平委员于会议开始就抗议 要求官方环平委员代表回避 还有环委表示,如果官方委员不离席,他们就要离席 令还有环委感叹,被上次深奥案伤害很深 要求今天不该贸然投票,如果不先决议不投票,不做结论 他们不会继续开会 环平委员郑明修表示,他于现开始有提出很多替代方案 可是开发单位中游却一直逃避事实 他昨天收到中游的回复,支出替代方案实陈至少要18年 这种回复让他觉得是鬼扯到受不了 另外担心官方代表部队造成投票失真 环平委员王家聚也要求公务人员环平代表应该回避 不回避我们就离开 也有环委表示,官方代表不回避,投票结果恐怕会失真 还有环委表示,之前深奥案受到很大伤害 不能这样就投票让他通过,成为深奥翻版 对于几位海平委员的意见,官方代表委员表示质疑与不满 今天出席的官方代表包括农委会副主委李退之 内政部次长林慈玲,经济部次长曾文生等人 学者代表批评,首次看到这个多高层出席环平 质疑就是要内定通过 对此,有官方代表环委回应,听不出任何理由 我们这些法定委员必须要在这个重大的环境影响评估中退席 有人也表示,不管专案小组的决议如何 大会的委员背景,跟专案小组的考量不同 因为要站在国家整体资源去思考 农委会副主委李退之责于会中表示 开发单位今天依照规定补充资料是要提供大会审查 他坚持应该要如会议程序,审查开发单位的资料,完成会议 随后因学者代表与官方代表无共识 共有五位学者代表中央大学应用地质研究所教授李希迪 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副教授刘希炳 冯甲大学运馆系副教授李克聪 中研院研究员郑明修 明传大学建筑系教授王家聚 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王文成联合离席抗议 环评委员郑明修 之中有表示替代方案实成至少要18年 这种回复让他觉得是鬼扯到受不了 另外担心官方代表部队造成投票失真 成为深奥电厂的翻版 一度起身准备退席 不参与环评 记者黄印书摄影 分享 女협 留意 咱们 不参与 证明